台湾北部地区骤降暴雨多数传出了淹水灾情 公路、铁路、交通部都受到了波及 数万人出行受到影响 台湾星期一清晨的大暴雨 使新北市、桃园、新竹等地发布淹水一级警戒 桃园市从5点到6点的短短一小时内 就降下75.5毫米的雨量 积水来不及排出从水沟或下水道迈上马路 一些地下通道因为积水过深被迫关闭 行人只能在积水中艰难行进 由于积水超过铁轨面 从鹰哥到桃园的火车服务一度双向停驶 虽然抢修后恢复运行 但还是影响了32趟列车和1万多名乘客 大雨也导致多条公路交通堵塞 一般来讲你驾高速公路 你的排水不能这么差 你排水这么差高速公路整个就烫关掉了 我是低一量淹水的 我是低一量 后面还有好几量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 苗栗以北地区强降雨的几率大增 气温也会明显下降 我必须会认我 我去找别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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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 看不到